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了 这里讲到确实的信心 这边也谈到确实的信心 要坚持下去 要坚持下去 再讲到无畏之心 我们早上谈到无畏之心 无畏之心是 接着你的行为表明出来 这无畏之心就是 借着你的行为将它表现出来 要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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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环境的考验 和挑战 以及挑战 都没有改变 都没有改变 可以坚持到底 都能够坚持到底 才能够达到信心所带给我们的补效 才能够达到信心所带给我们的补效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 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信就是在于你愿望的事情 还未实现的时候 这信就是在你所盼望的事 还未实现的时候 你因为接受 就是信心和三信 你就承认而且相信 你虽然还未看到 你虽然还未看见 但是它是存在的 但它是存在的 只是你没看到而已 只是你还没有看见而已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那證明说 有人没有去过美国 就像有人没有去过美国 你为什么相信美国存在 但你是如何相信有美国存在呢 因为有人去过美国 因为有人去过美国 回来跟你说 他回来告诉了你 美国很好 说美国很好 虽然你没去过 虽然你没有去过 有人跟你做见证 有人向你做见证 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信心的可贵 信心的可贵 在于你腰没看到 就在于你还未见 你有这种信念 你有这样的信念 三信忍望 就产生了盼望 这就是愿望 就是你继续追求 往前走 这盼望 促使着你继续向前走 信心的可贵 就是你所愿望的 要不适合 这信心的可贵 就是你所盼望的 还没有实现 你要看得到 要不看得到 而你要看见的 还没看见 因为你有这种信念 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念 继续走下去 你继续往下走 最终会让你看见 最终会让你看见 最终这盼望就会实现 最终这盼望就会实现 就好比喻 我们现在在这地面上 我们在盼望天国 我们要盼望着天国 天国我们了不起 我们天国还没有去 但是有人看到他 但是有人他看见异象 有人他做异梦 有人他做异梦 他有梦见天国 主要说 派天使带我们去看天国 主要说 他派天使带人去看天国 要见证给我们听 将他见证给我们听 我们要印证圣经的记载 以及来印证圣经的记载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也证明天国的存在 也证明天国的存在 因为主要说是 让我生天了后 因为主要说 他复活升天之后 降落圣灵 降下圣灵 主要说 跟文道说 主要说 像门徒这样说 我如果不去 不去天国 就不拆保费书 圣灵来 我若不去天国 就不拆保费士下来 既然去就要拆圣灵来 既然我去了 就要拆圣灵来 要与我们信主的人 永远同在 要与我们信主的人 永远同在 所以文道 看了生天 他主要说 所以门徒看见 升天的主耶稣 尊教主的凡夫 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 去到耶路撒冷 就到耶路撒冷去 在楼上祈祷 在楼上祷告 行心 当心合意的行切祈祷 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 到五旬这就 领受圣灵 他们到了五旬节 就领受了圣灵 圣灵就降临了 圣灵就降临了 这是应允的圣灵 这是应许的圣灵 我们就能体验到圣灵的同在 这门徒就体验了圣灵的同在 按照圣灵所属的靠在 按照圣灵所示的口才 来说起北国的威 就说出别国的话来 也就是说可以说灵言 也就是能够说灵言 讲方言 这就是有一个实质的正气和体验 这是有实际的证据与体验 虽然没有看到天国 虽然没有看见天国 但是 他领受对天国降临的圣灵 但是领受从天降下来的圣灵 就知道有天国的存在 就知道有天国的存在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耶稣对死来复活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我们虽然没有在场 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我们为什么三神呢 但我们为什么相信呢 为什么三神耶稣已经对死来复活呢 为什么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呢 因为我们看圣经 主耶稣正经应吻 主耶稣曾经应许 祂要对死来复活 祂要从死里复活 生天降圣灵 并且升天之后降下圣灵 我们也看到圣经记载的五神这时 圣灵降临 我们也看到圣经印证了五神节的时候 圣灵降临 建立了四度时代的教会 也建立了十度时代的教会 也建立了十度时代的教会 我们看到真耶稣教会的历史 我们看到真耶稣教会的历史 也知道一旧一千年左右 我们的前辈子领受圣灵 也看到我们前辈子在1917年的时候领受圣灵 来回归到圣经得救的教义 来回归到圣经得救的教义 建立了真耶稣教会 也建立了真耶稣教会 一百通年来 有多少少都有人在圣灵 在这一百年来 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得到圣灵 大部分人都领受圣灵 大部分人都领受了圣灵 就证明主耶稣在天上 也证明耶稣就在天上 天上要再来 在天上要再来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种的愿望 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盼望 虽然我们绕不去到天国 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天国 在这也没有人去天国 回来跟我们说真的有天国 或许也没有人去天国 又再回来 告诉我们说真的有天国 有的大概是 听到的见证大概是 刚才说的 预望就是预想 我们听过的就是 像刚才所谈到的异梦或异象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相信 这些三信带来得救的愿望 因为这信让我们带来得救的盼望 我们愿意继续往前走 我们愿意继续往前走 这种信心对我们信仰的道路很重要 这样的信心对我们信仰的道路非常重要 信心有什么重要性呢 信心有什么重要性呢 第一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记住信 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得见神 来看这些西伯来书的十一章 请看西伯来书十一章 第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西伯来书十一章六节 三百二十二月 在新约三百二十二月 这边说到人要有信心 这边说到人要有信心 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才能够得神的喜悦 并且要得着神的赏识 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欢喜和赏识 所以我们要得神的喜悦与赏识 就是要有信心 就是要有信心 来到神面前来的 来的人 我们到神面前的人 第一要三信有神 第一就是相信有神 第二就是三信神会赏识 第二就是神 相信神会赏识 我们信心的祈祷 神会赏识 我们信心的祈祷 按照神会成就 按照神的祈祇来祈祷 来按照神的旨意祷告 让我们可以体验到神 使我们可以体验到神 也蒙神的欢喜 也蒙神的喜悦 第二就是信心的果效 第二就是信心的果效 就是最后让我们这道灵魂的救赏 就是最后让我们得到灵魂的救赏 看这个比特前书的第一章 请看比特前书第一章 第九节 第九节 比特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新约三百三十五页 在新约三百三十五页 并且在这道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赏 这边谈到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赏 这边谈到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赏 就是灵魂的救赏 就是要用信心 来刺身来领受 来相信并且领受 最后才能得到 最后才能得到 主要说 所以主书说 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这个信心也会让我们的忍耐更坚定 信心也会让我们的盼望更加坚定 看西伯来书的第三章 这边说到说 我们要将可靠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就能够成为神的家 就能够成为神的家 其实就是说 成为神家里的人 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 这说到要将忍耐和担量坚持到底 这边说到说 要将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忍耐要如何坚持到底 这盼望要如何坚持到底 忍耐就是靠信心来坚持到底 这盼望就是靠着信心坚持到底 并且有担量来面对挑战 并且有胆量来面对挑战 信心所大来是 忍耐更坚定 所以信心所大来就是 盼望更加坚定 越信越有忍耐 越信越有盼望 越信越有盼望 越信越忍耐更坚定 越信盼望越坚定 越忍耐越 越喜乐 也越喜乐 我们探讨一下 为什么我们无法当中 将信心坚持到底 那我们再来探讨 为什么无法将信心坚持到底 就是无法坚持到底的原因 是什么 也就是无法坚持到底的原因 是什么 我们若知道原因 我们若知道原因 和缺迫 能够克服 这样我们就可以坚持到底了 我们就能够坚持到底 第二就是 患难的考验 第一点就是 患难的考验 因为患难会影响到 我们的信心 因为患难会影响到 我们的信心 会让一个人 会使一个人 会使一个人 失去盼望 三性埋怨 就生发出埋怨 对神的爱 来压疑 就对神的爱 产生怀疑 因为 会觉得 神爱我 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些事 神不是爱我吗 神不是爱我的吗 他还要让我遇到这些患难 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盼望 神不是爱我的吗 神不是爱我的吗 为什么短时间不听我的基督 为什么长时间不随听我的祷告 神不是爱我吗 神不是爱我的吗 为什么没有解决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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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人在患难当中 常常人在患难当中 就会这样压疑 就会产生怀疑 埋怨 像医学的别人 就像以色列百姓 怕抗业路 他們行走曠野路 沒有水喝 當沒有水喝 路難行 他們就埋怨 想到還要回去埃及 就想到還要再回去埃及 埃及雖然做人都知道 但是有肉有菜 有魚糖又吃 所以我們在那裡是維努的 但是有肉有菜有魚可以吃 他們沒想到在埃及做苦工 他們並沒有想到說 他們在埃及是做苦工的 是維努之家 但是他們現在被神尊求 但是他們現在被神拯救 埃及過紅海 他們出埃及過了紅海 來成為神的子民 這個身份不一樣 他們身份已經不一樣了 他們是自由之家 他們是自由之家 是神國的子民 他們有很好的前途 他們有很好的前途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 老年與密的嘉南地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流難與密的嘉南地 這個經過的過程在儀標 我們被主要說 緊急來脫離魔鬼的合作 這整個過程就是我們被 耶穌拯救脫離魔鬼的瑕疵 一種儀標 就是一種儀標 埃及儀標最惡的世界 埃及儀標最惡的世代 發路儀標世界的王魔鬼 這法老是世界的王魔鬼 魔鬼 魔鬼來斷領我們出埃及 魔鬼帶領我們出埃及 過紅海就是修世幾個基督 過紅海就是受洗過入基督 過紅海就是儀標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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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世之後的信仰人生 就是在行走礦語路 就是要面對環境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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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人的挑戰 要勇敢起來爭戰 要勇敢起來爭戰 神是用分條、分條、分條在斷領、路程 而神是藉著雲珠和火柱來帶領 有真理和聖靈在斷領我們的信仰 就是由真理和聖靈來帶領我們的信仰 這就可以讓我們來卻學這些困難了 這樣就能夠讓我們來 所以幻難是在考驗我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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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因為這樣打擊我們的信心 而不可以因為這樣而打擊了我們的信心 幻難是讓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的軟弱 幻難讓我們看見自己的軟弱 靠自己的軟弱 靠自己我們無法解決 這樣可以提到主的面前 藉著提到主的面前 來得著幫助 所以保羅有這種的體會 所以保羅他就有這樣的體會 所以他要看靠他的軟弱 說他誇自己的軟弱 因為他什麼時候軟弱 因為他什麼時候軟弱了 什麼時候公共 他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因為神的能力 因為神的能力 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人的軟弱 是神能力的出口 是神能力的出口 人若完全剛強 人就不需要靠神了 人就不需要再靠神了 但事實上人有很多軟弱 但實際上人還有許多軟弱 環境的考驗 肉體的疾病 心靈的憂傷 在在地的考驗著我們 在在地的考驗著我們 這就是要讓我們知道 我們靠自己還是沒辦法靠 就是告訴我們 靠自己是無法靠口的 知道自己的軟弱 我們知道自己的軟弱 知道自己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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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神的面前 來挖靠神 來依靠神 這就是隨時的幫助 得到隨時的幫助 我們就可以等公共起來了 我們就可以剛強起來了 這就是保羅所學習的閉館 這就是保羅他所學習到的秘訣 這個患難對我們也有造就性 患難對我們也是有造就性 看詩篇的一百十九篇 請看詩篇一百十九篇 六十七篇 六十七節 一百十九篇 六十七節 一百十九篇 一百十九篇 六十七節 一百十九篇 一百十九篇 在就約七百四十九頁 我未受苦以前 走不了路 現在曲診修理的月 七十一節 七十一節 我受苦是對我有益處 為了要讓我學習你的論理 對這兩句話 讓我們知道 從這兩節經節讓我們知道 說受苦進行 在受苦以仙 走不了路 走迷了路 用自己的意思要走路 要用自己的意思來走路 要來經營人生 要來經營人生 所以經常走不了路 所以常常走迷了路 對 怕會進去怕不出來 你走得近 走得近 出不來 但是 經過受苦之後 但你經過受苦之後 我現在知道 要遵守神的位 你現在已經知道 要遵守神的話 還未受苦進行 在還未受苦之間 還未受苦之間 做自己這麼聰明 才有智慧 自以為很有聰明智慧 要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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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這樣經常走不了路 但卻時常走迷了路 但受苦就是讓我們知道 但是受苦就是讓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不是靠自己 原來我們不是靠自己 靠神 靠神 我們是要靠神 靠神的位 靠神的話 靠神的話 靠神的話就是靠光 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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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亮前面的道路 這樣我們看得清楚 我們才能看得清楚 才不會偏離了方向 才不會偏離了方向 才不會走不了路 才不會走迷了路 所以受苦對我們有益處 所以受苦是與我們有益 否則我們來學習神的律例 所以我們來學習神的律例 順從神的印刷 順從神的帶領 環境是神為我們安排的 環境是神為我們安排的 絕對每一項都順著我們的意 絕對不會每一項都順著我們的意思 為了要完成神的意 為了要完成神的意思 我們經常要修圖 我們時常要受苦 真有主要所謂的奉猶 就像絕書他為我們立下的榜樣 西伯來書第五章 第七節 一直到第十節 一直到第十節 信約聖經三百十六頁 在新約三百十六頁 在新約三百十六頁 西伯來書五章第七節 三百十六頁 在新約三百十六頁 在新約三百十六頁 他在唸在肉體的時候 寄人關心愛靠 老老實於寄到困求 那個為 會不救他不用死的主 就引到他的堅持 無了應運 他雖然照養 而因為所有的孤人 沒有了順序 祈祭人得一完全就为祭 尊重祇人 听了英文得救的 金元 这里说到耶稣 的受苦 这里说到耶稣的受苦 受苦 受苦使祂学会了顺从 祂的基督 蒙应允 使祂的祷告蒙应允 基督 耶稣的基督 基督耶稣的祷告 这特别基督 他应该是 欺世玛丽的基督 这边应该是指 克希玛丽的祷告 他带着肉体 道成肉身来世干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就是要来 替我们死 就是要为我们死 借着肉体来受死 借着肉体的受死 对死来博物 再从死里复活 来尽救我们 来拯救我们 所以这个救责的过程 所以救赎的过程 是因为耶稣 是无罪的神 是因为耶稣祂是无罪的神 为了我们人 来到世干 为我们人类来到世上 他要承担这个 实质的苦行 在他要承担十字架的苦行的时候 他也是大声哀哭 他也是大声哀哭 流泪的祷告 说福法若是可以 请你将这个苦杯撤掉 请你将这苦杯撤掉 众神祂教我的意思 但总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心转变息 乃是照着你的旨意成全 所以基督有求 所以基督他也有求 如果他可以免得这个苦杯 若是可以免去这苦杯 你看人的通信就是这样 一般人的通信就是这样 要是苦落、拼苦、鼻扣 趋勒必苦 若是快乐的事情 很多来都好 快乐的事情来得越多越好 但是若是苦难就不要来 但若是苦难就尽量不要 但是主要说他有这样祈祷 但是主要说他是否这样祈祷 他这样祈祷 但是他丢天被没有教育的意思 他这样祈祷 但是他求天父不要照着祂的意思 祈祷的意思就是 接到他的受苦受死来生救救人 基督神的意思就是 借他的受苦受死来完成 那祈祷一定会这样 假若要是真的是这样 宜养一顺 他愿意顺服 所以他就这样来生修 他就承受 他接到这种苦难 他记得这样的苦难 顺从天父 顺从天父 死掉了 死了 这里谈到蒙的应允 这里谈到蒙的应允 他的基求是 看能不能生修这个苦难吗 他的祈求是看是否能够免去这苦难 但是他有生修苦难啊 但是他仍然接受了苦难 也受死了 天父有教育的意思求吗 天父是否有照着他的意思成全呢 有啊 也有 他生修苦难 他承受苦难 但是对死来给我 但是他又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的基督也蒙了应允 所以他的祷告蒙了应允 蒙了应允不是说 免去了苦难 蒙了应允不是说 免去了苦难 蒙了应允 蒙了应允 他仍然尝了这苦悲 他仍然尝了这苦悲 但是对死来给我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 生救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所以这苦难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这苦难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让我们越法来 得到随时的帮助 完成神的旨意 来蒙神的喜悦 蒙神的喜悦 所以常常无法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 所以时常无法将信心坚持到底 乃是因为 常常是遭到患难的考验 乃是因为 遭受了患难的考验 我们无法生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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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失去了信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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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失败去 所以就失败了 当然我们若克服了 教法主耶稣的榜样 若是主要我受这种苦 若主要我受这样的苦 我就领受 来成全神的旨意 为什么无法坚持到底呢 为什么无法坚持到底 我们常常无法明白神的旨意 乃是因为我们无法明白神的旨意 无法明白神的旨意 无法明白神的旨意 对 是因为我们的目的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无知 所以我们的道理明白不够清楚 或是我们道理不够明白 我们现在常常说的讯息不够充分 就像现在常说的讯息不够充分 领受的信息不够多 领受的讯息不够多 不够真 不够真 我们就去做了错误的判断 我们就做了错误的判断 对神的旨意 因为无知无法了解 对神的旨意 因为无知无法了解 我们就无法坚持 我们就无法坚持 因为我们对神有怀疑 因为我们对神怀疑了 对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无法清楚明白 对神要做的是无法清楚明白 我们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就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甚至是自己的情绪 要来反抗神 当无法立即得到答案的时候 我们就落在困惑当中 我们就落入了困惑当中 无法明白神的旨意 对神的旨意没有正确的明白 我们的信心就无法坚持 我们的信心就无法坚持 这个约伯已经历苦难 约伯他经历苦难 最后的一种心声 他最后的心声 看这个约伯记的42章 请看约伯记42章 第20 第二节 约伯记42章第20 约伯记42章第20 这段是我们真实的经文 这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 在九月圣经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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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土与六伯中 来奥会 约伯他生殊苦难 约伯他承受苦难之后 他第一时间并没有 南三并伦神 他第一时间并没有 互乱的望平神 他生殊苦难 他承受苦难 他知道这是出于神 所以聖經說他不以口犯罪 他說收儲的是耶和華 收儲的也是耶和華 耶和華是應當承受的 但是他心中有疑問 加上他三的朋友 後來還加一個朋友來跟他辯論 他的三個朋友及後來的那位朋友來與他辯論 他心中越來越痛苦 一直要對神的心上來這條答案 一直想從聖人身上得到答案 甚至要來向神辯論 意思是說神你要給我一個理由 意思就是向神說你要給我一個理由 你奪取我的理了 很不明白 他很不明白 為什麼我 我到底做了什麼不對的事情 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你這樣來對待我 你何盡這樣對待我 所以啊 一直在那裡 在那裡 他一直在生不出來 他一直這樣子思考你鬧當中 一直轉不出來 一直跟家鄉朋友一直支出他的桌 你就是有桌才會受苦難 再加上他的朋友一直來辯論指責他 你因為有罪才會遭受苦難 他更加的痛苦 他更加的痛苦 結果他一種 要對神的心上 這條答案的心智 激發出他 要從神的身上得到答案的這樣的心智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他還不明白神的旨意 一直到神開口跟他說話 一直到神開口跟他說話 一直到神來開口跟他說話 說出了神的創造 神的主權 神的主權 要擺你的渺小 以及 約伯你的渺小 所以他主角到自己無敵了 所以他自覺到自己的無知 說神 你有主權 你是台冠 你什麼都可以做 他說神你有主權 你是大有權人的神 你任何的事情都能做 你要做的事情沒人可以跟你做動 你要做的是無人能阻擋 我受苦也是你的主權 我受苦也是你的主權 他現在明白了 他現在明白了 可以 一個人要受苦不受苦 要受什麼苦 不是自己可以決定 一個人是否要受苦 要受什麼樣的苦 不是他自己能夠決定 那是神的旨意要你受苦 乃是神的旨意要你受苦 你就要順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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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別他知道了 約伯他知道了 所以回想過去這段時間 就是用無敵的言語 要讓神的旨意來穩重 所以他就回想 這段時間 都是用你自己的無知 要讓神的旨意隱藏 自己說的不明確 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他自己所說的並不明確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 神的做的事情太紀表了 神做的事太奇妙了 神做的事太奇妙了 是他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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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是風文有神而已 風聲有神 他現在親眼看見神了 神的旨意原來就是這樣 神的旨意原來是這樣 神的旨意原來是這樣 神的旨意我們是不夠明確的 神的旨意我們若不夠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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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旨意公諒 神之旨意的旨意 神的旨意 神到旨意混血 神經常無法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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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常無法醫尋 神經常不靠近 感性的動物 人是感性的動物 所以有信心 所以有信心 有感情 有意志 但是人也是 地悔的動物 但是人也是有智慧的動物 人是理性的動物 人是理性的動物 所以某一段時間 我們會運用我們的理性 所以在某一個層次上 我們會運用我們的理性 這是信給我們的 這是神所給我們的 人有聰明智慧 人有聰明智慧 人會去思考 人會去思考 分析 去分析 去觀察 去觀察 去學習 以及去學習 所以人是有理性的動物 所以人是有理性的動物 剛才有這件事 他會去觀察 去思考 遇到一件事情 會去觀察 去思考 這是信給我們的 這是神給我們的 因為人不是傀儡動物 因為人不是傀儡動物 人會知道 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人知道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 要用自己的聰明智慧來思考 要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來思考 來推理 來去推理 這就是一個 自意為 是合理的一種 一種結論 來得到一個自以為合理的結論 某一個聽道裡面 這是好的 在某一個程度上來說 接著所造之物 我們取得了證據 這類的理我們說出來 這樣子的理我們說出來了 人如果有基本的理性 就會去思考 要去評估 有基本的理性就會去思考 去評估 然後去決定說 這類的道理是對的 我要來接受 然後做了決定說 這樣的道理是正確的要去應從 對 但是常常我們在理性裡面 這樣 所遇到這個 阻礙 但我們常常在理性當中遇到的阻礙 因為 因為我們所憲明的證據 以及我們所得到的信息 因為我們所顯明的證據 以及所得到的信息 我們有時候認為不夠多 不夠窮分 有時候認為不夠多 不夠充分 所以我們就一直要追求 所以我們就一直要去追求 明明就已經有很多證據了 分明有許多的證據 神的存在 藉著所造之物 藉著所造之物 藉著人可以看到 無可退位 藉著人看見的無可推諉 神的創造就是 憲明神 用我們的能力跟神性 神的創造就是 神永遠的能力與神性 但是有時候我們覺得 政治不夠多 但我們有時候會認為證據不夠多 我們就 殺心不夠 我們就無法完全相信 所以理性與信心也要平衡 所以理性與信心要取得平衡 有些證據 有一些證據 我們就應同要 在這個 在這個證據的經濟上 就要在這個證據的根基上 來提出你的信心來 來提出你的信心來 來追求 來追求 我們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明白 我們並非說的事情都能明白 接著要完全的殺心 才要完全的相信 那些殺心的刺激 就對他永遠不會來臨 這樣相信的時刻 就絕對不會來臨 因為你永遠無法完全的明白神 因為你永遠無法完全的明白神 所以保留有說一句話 所以保留他說一句話 我們來看《高靈道前書》 請看更多前書 十三章 十三章 十二節 十二節 《高靈道前書》十三章 十二節 《高靈道前書》十三章 十二節 《新約聖經》兩百四十二節 《戴新約》兩百四十二節 《我們如今青青 對著驚在觀看 無可不清》 這世子說 我沒有做青青青 在柳在柳 到那時候就要面對面 我如今所知道 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 青青青主知道我 一樣 這裡保羅說 這個事情不算照著重鏡一樣 這裡保羅形容說 我們面對很多事情就如同在對著銅鏡一樣 那時候的鏡子大概是重鏡吧 那時候的鏡子應該是重鏡吧 那時候的鏡子應該是重鏡吧 我們現在的玻璃鏡比較清楚 不像我們現在的玻璃鏡這麼的清楚 照著重鏡比較輪廓性的大家看得出來 照著重鏡一些輪廓性的比較能夠看得出來 但是在細節的部分看不太清楚 有一點模糊不清 有一些模糊不清 好鏡像在採不一樣 這邊也寫到說 就像如同採米一樣 有時候好鏡像 又會有清楚 有時候好鏡像要用油的這樣 就是有時候看似很清楚 有時候確實要用採的 看得對的 我們明白了 看見的我們明白了 看得對的 才是不讓不清的 看不見的 或是模糊不清的就是要用猜的 這就是我們現實的人生 這是我們現實的人生 對神的事情 有時候無法完全明白 對神的事 有時候無法完全明白 給我們的正義 實際是 我們人力不夠充分 給我們的證據 或許覺得不夠充分 但是到那時 就是說我們到主的面前 但是到那時就是到主的面前 我們就要面對面了 就是要面對面見主了 就是要面對面見主了 這邊都要說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時候就全知道了 像主全知道我一樣 就如同主全知道我一樣 所以在生命記也有另外一句話 所以在生命記也有另外一句話 你看生命記二十九章 二十九十 二十九節 二十九章二十九節 二十九章二十九節 二十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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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舊約二十五十四節 在舊約二十五十四節 我們別的書是 俗腰化我們神的 獨特明顯的書是 英文俗我們跟我們的子孫的 藏好讓我們 尊修這個律法上一切的位 這裡聖經跟我們說 這裡聖經告訴我們 說書分作兩種 事情分為兩種 一種是分別的書 一種是隱密的事 一種是明顯的事 一種是明顯的事 所以說分別的事是屬神的 隱密的事是屬神的 神要讓你知道 神才會知道 神要讓你知道你才會知道 神任無必要讓你知道 你就不會知道 神認為不必要讓你知道 你就不會知道 但是神要讓我們知道 會明顯 但是神要讓我們知道的 就會明顯 是要讓我們跟我們的子孫 是要給我們和我們的子孫 所以神不是每件事都把我们维持住 所以神并非每件事都将我们遮掩 也不是每件事都让我们知道 也不是任何事情都让我们知道 神让我们知道有够了 神让我们知道的足够了 借着什么? 借着什么? 借着律法的话 借着神的话 借着神的话 让我们能够遵征 让我们能够遵征 所以圣经的话 所以圣经的话 神的旨意 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我们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不必要知道的就不要去挖掘 不必要知道的就不要去挖掘 你如果还要知道 将来记住就知道了 全知道了 你如果还想要知道 将来建筑的时候你就全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已经掌握到明显的事了 所以我们已经掌握到明显的事了 我们已经 真正所教的得到这种 五大教义十大信条 圣经道理的规模了 圣经教会讲到五大教义十大信条 这样圣经的规模了 关乎得到的道理都要掌握了 关乎得救的道理 我们已经掌握了 我们好好地坚守下去 圣经的规模 明显的我们要好好地领受 圣经的话明显的我们好好的领受 不明显的我们就参考参考研究就好了 不明显的我们就参考参考研究就好 有的跟得救没关系 因为与得救没有关系 跟得救有关系我们都全都知道了 与得救有关的我们全都知道了 我们有这种理性 我们有这样的理性 我们就要提出信心来搭配了 我们就要提出信心来互相搭配 所以理性跟信心要平衡 所以理性与信心要平衡 你若是要想不通的事 你还想不通的事 比方说你已经知道这就是隐秘的事 或是已经知道这是隐秘的事了 暂时用信心来接受 就暂时用信心来接受 这样你才能平衡往前走 这样你才能够平衡的往前走 不如说在走更少的人 就好比一个在走钢索的人 为什么要拿着铁棍呢 为什么要拿着铁棍呢 为此平衡 就是为了维持平衡 在空中在那这样 在那这样 搁来搁去 在空中在那这样 在空中在那这样挪奈挪去 在空中在这这样挪奈挪去 才能够顺利往前走 才能够顺利的往前走 到对方那边 一直到 在那里 我们信仰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信仰的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让你的理性 去奉害到你的信心 不要是你的理性 来妨碍你的信心 要将你已经领受的道理 来让你的信心更加成功 要将你领受的道理 你的信心更加的充足 这个在这引用的哥罗西书 李正所说的 就像早上说 引用的哥罗西书二章说到的 在五性中有充充足足的信心 就是在悟性中有充充足足的信心 五性就是你对身的 道理政客的认知 悟性就是在你在正确道路上有认知 这个基础上的利害有充足的信心 在这样的基础上 你有充足的信心 没有充足的信心 他不断的往前走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 有信心的人才能够忍耐 有信心的人才会懂得忍耐 这个信心让他有三性忍耐的动力 这个信心让他产生忍耐的动力 这个忍耐是坚持到底 并且这个忍耐是坚持到底的 什么叫忍耐? 什么是忍呢? 生修 就是承受 耐呢? 耐呢? 持久 就是持久 持久的生修就是忍耐 持久的承受就是忍耐 就是坚持到底 就是坚持到底 必然得救 必然得救 基督里面有份 在基督里有份 我们主要所帮助 愿主耶稣帮助 让我们可以将基础核实的信心 因为我们的努力来坚持到底 让我们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应着我们的努力坚持到底 再来唱诗 你在一起唱诗 三百五十四首 三百五十四首